總統馬英九出訪中美洲友邦 3號結束薩爾瓦多行程 回程過境舊金山 薩爾瓦多外交部代理部長 海媒米蘭達親子動機 當馬總統專機抵達舊金山時 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博瑞光等人 親子接機 總統加油 總統加油的口號此起彼落 舊金山僑胞非常熱情 雖然當地是星期四下午 卻有超過400人列隊歡迎馬總統 總統也一一與僑胞握手致意 我們都是這裡非常熱烈 歡迎馬英九總統來到灣區 我們這裡的所有的僑胞 所有的僑領們非常非常的支持 總統所有的這些政策 舊金山中華總會館歷史悠久 去年撤下中華民國國旗 改挂美國國旗引發討論 馬總統這一次過境舊金山 沒有安排參訪中華總會館的行程 喬介認為馬總統多次過境 從未造訪過中華總會館 這一次也不算例外 總統已三次過境都沒有到中華總會館 所以並不是說一定要規避這個中華總會館 而是在以前的例子裡面從來沒有到過中華總會館 馬總統回程將過境夏威夷加油 預計五號晚間反抵國門